来,可荣碳酸酮,哦,我脸上啊,主播好,我是看了很多那个切片,我看您经常讨论就是中国什么,就是经常有人会说中国什么什么不好,我们村里什么什么不好,然后这个,然后我呢,现在是一个,呃,一个还行的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啊,读的是,呃,生物制药这个方向的,然后我感觉这个领域好像跟这个美串差距有点大, 而且感觉可能很难追上,不知道主播有什么看法,感谢,感谢您有关的预下印象啊,就是差距是你怎么,平时你怎么感受到的差距啊,就是,这个是,它是,也是可以看企业嘛,就是,嗯,这个营业额高的企业啊,基本上都是,呃,不是咱村里的,咱村里的企业可能,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个搞,搞科研呢,搞,比如咱搞生物制药的,说产出一款药,看营业额代表啥, 就是,代表商业上的成功,代表商业上的成功,搞不考虑他们买一瓶保健品40美金,折合你280个国内卖都卖不出去,考不考虑这问题,啊,这也有可能,对确实,有可能,有多大可能啊,这是,本身一个很大问题,你,你看啊,你就是,比如说咱们日常吃什么维生素啊,也好,啥也好,这些怎么耳熟能详的这类东西, 你国外给人家本地,你不可能拿人民币折合,你说人民币百十来块钱平时不错了,对吧,你到国外,你说人家原产地,人家进口了,能卖三美金呢,可乐都三美金,哥们,对吧,这是第一点吧,没错吧,啊,没错,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呃,如果哪一类的,就是说,无论是制药也好,什么也好, 就是,当然除了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靶像药啊,除了靶像药以外,哪一类我们耳熟能详的这类东西,他们在研发上是我们忘其向背都难的东西,如果你有具体领域,咱们可以谈,那么据我所知,现在啊,无论是说什么呢,无论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从购买上来讲,你就当然不一定是国产的,这实话是说,你说我想吃什么东西,不一定是国产的,东西肯定是有的,而且价格,现在你要知道啊,大概十年前, 刚,大家刚开始流行这个吃什么国外的这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一会儿这个油那高的,啊,这个素呢,那糖的,对吧,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保健品,从车国内以后都是特别贵的,现在的价格,我告诉你们,国内的,就都尤其抖音平台上的啊,咱就别说别的地方呢,大家个人更去,就跟抖音平台上的,卖的这个价,直接折合成美金,比美金还便宜,因为啥量上来了,听懂, 嗯,就是我,因为我做的就可能是比较把象要这个方向的,所以可能主要想聊的也是那个方向,我告诉你一个东西,那行,你聊把象要,咱们这个不提,但是我告诉你,量上来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再去搞科研,或者是你再去自己产这东西,就没必要了,价已经卷起来了, 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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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着您的逻辑,但是我就是,我,我这个作为行内人嘛,其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就是,就是,业内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个,村外的比较好,但是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看人均寿命,其实村外没有村内高,这个事情就是,就是, 就是,我们业内人似乎都总觉得,就是,或者换句话说,比如说,很多现在其实比较前沿的这个方向,其实它是一个很孤儿的,就是,受众很少的,比如说,这个,呃,阿尔兹海默啊,这种,比如说国外开发,这个,呃,村外开发这个药,比如说前段时间刚上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那个药,其实临床时间做的很不好,但他们钱就给的非常高,就是,我,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 比较新的这种药物,它的,呃,定位似乎不再是一个民生的定位,而是一个奢侈性的定位,不是,之前呢,我们,呃,聊过类似的话题,聊起过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领域,就是,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我们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因为,因为整个医疗的这个,这个领域里面分好多啊,从这个,临床实验,到,呃,研究,研究课题,再到这个,这个,试药,再到你的研发,这整个这一套, 一系列的东西里面,它是分好多个步骤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我们的侧重点,一般都放在哪儿? 嗯,因为我,我,我是,我做的方向是临床前嘛,所以我可能不要关注在临床前的这个,呃,您指的侧重点指的是,就是我们,我们,那你看,你看嘛,不可能全方面发展嘛,不可能做六边形战士,实话是说,任何一个领域嘛,不可能是六边形战士,你要要求,你要要求国内,你说,我,你给我当六边形战士,我理解,理解,但因为后面的,我可能了解比较少,所以我可能会关注在前面的,临床前的这个, 所以我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一个事,就首先我们的侧重点在哪儿?这个研发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这个,呃,包括这个,你说,你说从研制,从靶腔药上面开始,就是整个一个实验室开始,开始调配,这需要很多先提条件,就对我们来讲,它需要很多先提条件,首先你看,美国能做的原因是什么?美国能做的原因是因为它在上,就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是全球的人才都往国去, 通过它这个移民身份,以及它这个货币之霸,给他们本地并不算高的薪水,然后能留下来很多全世界的人才,这其中包含我们,我们很多啊,据网传三点二万亿,科学家,那它占了这个先机的优势,那我们那个时候说白了,那就是没有,你甚至往前说三十年前就是没有,那这个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会形成一个,有土壤,有氛围,有这个能力,明白吧?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研究过话题,那个哪个老外,说来,我没研究成功,研究成功,你带着专利来,你说我想当中国人,能考虑考虑,为啥你有重大贡献? 咱们接受移民吗?咱们是移民国家吗?就老外怎么来?就光咱自己玩?那不就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你脑海里面认知的,就是脑海里面认知什么?中国VS外国,哥们你要知道这全球上200多个国家,明白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可能说,不可能说所有的类目里面,你都是建房的那个人,就咱们玩游戏说,玩CIS,我建个, 你们来玩的,我们不可能所有领域都是建房的,听懂了吗? 那您是觉得我们,因为我理解一下,就您的意思大概是,您觉得我们没有这个先发优势了,先发优势加上现在的规则制度,我们不是多移民国家啊? 对,我们不是,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啊? 所以您觉得我们这个不好,是因为,除外是移民的问题,所以我们把侧重点都放在这上面,不放在研发上面, 但我感觉现在很多政策导向,它也都会说我们把生物医药这个方向列在一个 确实也在拉,但不是说,这东西不是说,就是二级管 对,我拉制药,然后那边不管了,我拉那边这边这边制药不管了,我们什么多,你知道吗? 什么多? 临床 就是我们放临床,他们放研发,说不好听的有点像什么,前人重受后人成联,你发明你的,发明完了以后,你说白了,全美国你征集,你征集不出来五个患者,能给你配合你治的病的 你学术成果不得发出来吗?你说这个东西适用于哪来人群,但是临床现在就十个人,拿来给我,来,看我的 我不确定,是我的认知有偏差,但我理解的是,这个药物它在国内上市的临床时间和国外,它是 就是,它不是,不是所有权都锁专利的,哥们 不是所有,不是所有医药领域的东西都锁专利的,只有商业行为的,我告诉你什么样呢?比如说,强生 咱说早七八十年,他可能就投资那个,就是那个实验室 就是两百年三百年的费用都已经预交完了 明白吗?这种是要锁专利的,这种是啥,辉瑞什么这种,人家是要变成利润的 不是所有的科研器都是锁专利的 对,你不是不锁专利,专利也是人家的,但是你的整个过程 你像我刚才跟你说,不是说我研制出来了就完事了 临床反馈很重要的呀 对,我知道,但是那做临床实验的项目 其实它是在国外成功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件事其实你把它这么想就好了 如果说最终是一道菜摆在我们面前 这个土豆是谁种出来的 可能是美国 明白吧?是谁把这个土豆送到饭店的 可能又是哪个国,哪个公司 那又是谁把这个土豆切成菜 炒成盘,专到你面前,那就是我们 我们干的活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 没有,非得,你非得说,那种土豆才牛逼 肯定是比炒土豆的牛逼 这个没有必要,一个是前端,一个是后端 我理解一下,就是您的意思是 我们从种土豆这个来讲 我们种土豆确实不牛逼 然后我们种的确实不多,不打地 比较少,然后您觉得 因为人家早就种了,那块地就是 我这都理解,然后您觉得 没有必要我们在这个种土豆上 那么纠结,就差一点就差一点了 你二级管吗? 就是差一点就差一点,我不是说 就不管了,我就说 你就在你说差一点的时候,老弟我想问问你 假如说啊,现在真的就差这一点的话 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人嘛 就是你这类的人嘛,对吧,没错吧 就是搞科研的人 如果真的就差着你这类搞科研的这一点的人 你有功夫跟我连什么麦 你去搞科研,你问我为什么差一点 我还得问你在这连什么麦呢 去做科研的,你有这功夫 你存在神事呆子,你除了个啥呀 是应该你跑来问我吗?不应该我问你吗? 怎么还没有进展呢? 怎么还没当天下第一啊? 有没有那意思 但是我还是想衍生一个问题出来 就是您觉得这个种土豆 我们有必要做的那么好吗? 因为就功利的来讲 就是其实现在村内寿命不比村外 土豆不见得有必要 土豆不见得有必要 比如说明天种个南瓜土豆 连听都没听过的,那就有必要 就你已经有的东西 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验算一遍?不一定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比如说之前可能社会上有个讨论比较多的 就是有一个叫 好像是S开头 就是一个170多万亿帧的 一个专制新生而罕见病的 这种一个款项的一个治疗项目 这种东西 就是您觉得我们有 就是需要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因为感觉它定位上是一个奢侈品 然后就是失败率也非常的高 然后谁给定位为奢侈品 那170多万的这个价格 这也不能说它不是一个奢侈品吧 你这个孩子吧 有个问题 就是喜欢倒着去倒推 你明白吧 就是如果是一个迷宫的话 从入口往出口走 可能有很多种可能 对吧 但从出口往入口走 只有一种可能 所以你拿着一种可能 当它唯一动机 就是这个迷宫就只有这一条路 你只能说结果倒推是对 但是你方向是反的呀 那你这么说 你说啊这个东西卖的贵 哥们 那顶尖科研产出来的稀缺资源 那肯定是贵的 所以奢侈品也是贵的 等于顶尖资源变成奢侈品 你非说强手有没有关系 有点逻辑但不多呀 但我有一个论调啊 我就是说我觉得 如果我们就不做这些东西 现在我查的数据统计出来 这个村内寿命77岁 我觉得挺高的了 对啊 那我们就不要做这个方向了 不是挺好的吗 因为它投入很高 咱们现在一共就五个人能使 完了你是其中之一个 咱们把力量放到别的地方 缺人吗 不缺就做呀 当今我们 我们当今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 当今那是当今讲的是百年之大变局 做的是一带一路 现在在这些现阶段叫人才储备 哥们 你在这行业你总归得了解 未来你要朝哪走吧 方向给你立在哪边 你总得知道吧 你第一个脑瓜 你不能天天上去 为了上学 上学为了科研科研 哥们你不看后面是啥吗 我现在缺人做科研吗 不缺呀 所以优秀人才也好 外面的什么什么这个实验室力量 真的比国外能力差吗 你论偷钱搞科研 你认为国内真的花的少吗 少的话哪来今天的这航天呢 对不对 光伏啊 新能源呢 只是很多侧重点 没在你现在那个已经别人很有造诣的 这个成就里面去做 为啥 他们种树我们成粮不就好了吗 你种橱豆我炒菜不就得了吗 对 但我看到就是还是有很多人 或者可能是因为我太局限了 我看到人很多人会强调这个 这个创新 我看到的人都是什么人 我想知道 就是 你看到过大江的技术研发团队吗 你看到过华为的技术研发团队吗 你看到过光伏和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团队 你看到过航天的团队吗 你就看你身边那点编角料 我说话 我身边的专业 你就看你身边那点编角料 做实验啥时候能拿上高公司 你就看那点编角料 但我感觉可能我身边不太算编角料 你感觉哥们 你要争论的话 你明天把你导师低了上 我也给你低了点专业上的 行不行 是吧 你感觉你见识就见识到 你知道大方向 你就朝大方向去走了好了 我们现在不是不搞科研 我们也搞 但是很多领域里面 人家已经验算过无数遍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要讨重推一遍 我感觉您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那我就问你 你现在研究的课是什么话题 就是我现在的课题 我现在的课题是 干纤维化的相关的课题 这个就是一个叫做NASH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去年10月份 来是第一个药物上市 我这边一低了上来 至少都比你高一个段位的 至少得是博士级别起 我给你毛点大进一滴 都得是按院士级别算的 咱就别降 我告诉你了 你很多话题也需要自我研发 也需要我们自己的数据 因为很多东西它是什么 基于西方人的DNA 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 再重新验算一遍的 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的 你是什么话题 你就照着什么话题去做 我们也不是不搞研发 只是很多时候研发 如果已经有的话 我们的侧重点 就没有必要放在研发上了 放在临床应用 放在其他领域也可以 这也主要得看 今年你报考的学生 都是哪个专业 哪个专业出了哪一批人才 这一批人才 有没有后续得到妥善的 比如说给他们拿钱 做实验室 完了给他们这个环境 给他们土壤 要看这些东西的 不是你想的 我身边这些人 你看都挺想搞科研的 咱们怎么不重视科研呢 不不 我不是说不重视科研 我的意思是说 有的领域的科研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不重视它 不可以 不可以 只要有人才都得重视 没人就另讲了 没有就另算了 只要有的话 尤其是我们 我们目前没有的 这类的设备或者技术 然后呢 我们又有这番人才 钱你就不是担心的东西了 什么 钱不是问题 但有些钱 比如说不投在这里 投在别的地方 那可能更有用 那怎么现在兜里面 一共兜里面钱有数吗 就说现在捉襟见肘了 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缺吗 哥们 你就别说国家了 现在下面 下面民营的企业 哪个时候缺钱 到时候我研发 研发不出来 但现在缺钱 砍的最开始 最早砍的就是研发港 最早裁的就是研发港 只能说你们的这个项目 只能说你们这个课题 毫无意义 我就这么说 哥们 你今天研究芯片的 你试试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搞生活医药 去搞芯片 那不是啊 那是你的方向 哥们 那不是国家的方向 那是你选的方向 不代表不要 那你说 至于你后面掏钱的这个人 我现在不想掏了 我想掏钱去做这个 那跟国家有啥关系 哥们 我没有说国家 我只是说 那你没有说的话 你老说你身边个人 你老板 今天不想跟你掏钱 研究肥皂了 那咱研究啥呀 咱们讨论着干啥呀 你问你老板去 你老板肯定笨钱看 您没懂我意思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 有了 有一个历史观点 认为美苏的这个军事 这个或者说 他这个军备竞赛 是拖垮苏联的一个因素 那就是大家都觉得 有人认为 有人认为哥们 拿这个 然后去开个话题 给你偷三千万 你们研究这个话题 别客气了 别磨叽了 别磨叽了老弟 我这挑战四十五天 不骂人呢 好不好 不不不 主播 我觉得 别磨叽了 我觉得你是 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行 你谁能听懂 去跟谁闹去吧 好不好 远点山子 去去去 跟你导师去闹去 明天上班开拙钱 管不管五险一金 行不行 别磨叽了 行不行 你讲话 你个现实老颜 就肥皂的 你还闹上美苏了 别逼我骂人 别逼我破功 我要做正能量 那个正能量主播 好吧 你就应该像啥似的 应该给你 应该给你逼的 像美国搞科研的一样 逼的你啥呢 你研究的话题 你奉献了很大功劳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全都是老美战的时候 你天天夜以续日的 你在啥呢 一边逼的 你得会人情世故 完了还不一定是接受你 一边你还得忙的 直掉头发 你就没时间上网谈谈谈这谈那的 美苏六四五的了 你应该上美国搞科研 不行的话 一捅气上美国去搞 是吧 我没时间上美国贵的 我还不少帮你 我还不少帮你